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读诵六字大明咒 在佛教徒中 不论各门各派 不论专持坚持 几乎每个人都会持六字大明咒 而从观音信仰的普及程度来看 观世音菩萨可说半个亚洲的信仰 六字大明咒 出至佛说大乘庄严宝王经 又称为万咒之王 观音信咒 观世音菩萨六字大明咒 或六字大明图罗尼 此咒为一切咒之心 所以又叫大悲心咒 六字大明咒 范语 亦为归一莲花上之魔灵珠 他是西藏佛教徒 下莲花守菩萨 观世音 祈求未来往生极乐时 所唱之六字宁奏 此六字被诞为智慧 解脱 救济 快乐之本源 唱念此六字 可分别免去轮回于 天 人 阿修罗 以及畜生恶鬼 地狱六道之苦 六字大明咒 是用六种智慧 来对治六道众生 不同的烦恼 Om 白色之平等性至光 尽除在天道中之骄傲 及我直 断除堕落便宜之苦 妈 绿色之尘所作之光 尽除阿修罗道中之嫉妒 断除斗争之苦 碟 黄色之自身本质光 尽除人道中之无名及贪欲 断除生老病死贫苦之灾 碟 蓝色之法界体性至光 尽除畜生道中鱼痴 断除阴雅苦 碟 红色之妙观察至光 尽除恶道鬼中之千令 断除饥渴苦 红 黑色之大圆静至光 尽除地狱中之称恨 断除热寒苦 断除热寒苦 六字大明咒的词诵功德 受此六字大明咒之人 永不受生老病死苦 爱别离苦 而得不可思议相应念诵 若有人书写此六字大明徒罗尼者 则与书写八万四千法葬无疑 此诵六字大明咒之人 没有贫富 男女老幼之分 即可使七代祖先操生解脱 不单口唱此明咒时有功德 即拙于身 持于手 谋于家 亦得解脱生死之音 持六字大明咒 对于病苦 刑罚 非时死之恐惧 可以消除 寿命增长 福德增加 财富聪盈 任何来生 均得高贵外形 语调和雅 门第尊贵 并具有诸种美德 例如得入禅定深境 长寿 善于从事历生事业 门徒众多 财富智慧 所求满愿 并因深信诸如来 而得为佛子 节制饮食 居上罗国的波斯尼王 曾经因为长期享用美食 导致体重不断增加 身体也渐渐不堪负荷 有一天 波斯尼王却访问佛陀 并提到自己最近身体不适的烦恼 佛陀了解波斯尼王的问题 于是面露微笑 告诉他说 人应实时保持正面 收摄感官 逐量设时 如此保持清安 及不易老 亦可保健康 现在的人物质生活丰裕 容易吃到许多精致的美食 因此 有些爱吃又意志力薄弱的人 往往不知节制 身材就易变形 另一方面 社会上又常流行一些病态的审美观 让许多少女拼命结食减肥 甚至造成生命危险 同样是非常不健康的饮食观念 健康的饮食应该适量 过与不急 都对我们的身体有害 优优独播剧场 世尊提供给普斯尼王的减肥方法 保持正面 收摄感官 油量设时 也适合现在一般人使用 保持正面 是时时念念分明 清楚知道当下的心 伤活动 收摄感官 是约束感官 以及感官对象 不可放纵 要减低物质的欲望 质量设时 就是指饮食适量 太少 易于饥饿 没有体力 甚至营养不良 太多 则容易昏存 过于肥胖 影响健康 因此 保持正面 敏锐的分辨 欲望 欲望和需要的不同 使用您所需要的量 就是真正 合宜的饮食之道 感谢观看 不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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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护于戒精 饮食之族 受用 相卧聚 勤修 增上定 此事诸佛教 大萨 静食时 因心存无想 一 既功多少 量比来处 二 村记得性 全缺硬贡 三 防心离过 贪等为宗 四 正是良药 未聊行枯 五 未成道业 应受此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察呼吸 观察呼吸 人随时都在呼吸 人的生命必须仰赖呼吸 但大部分的人却不了解呼吸 在印度 佛教和外道都是借由观察呼吸 来了解生命的真相 并帮助人们降低烦恼 探索真理 观察呼吸 这个法门相当简便易行 一般人皆可修学 我们现在可以来练习 一 首先 找一个不被打扰 可以放松的地方 二 缓缓呼吸 并仔细观察 气息的出去与进入 此时 此时闭眼 睁眼 站着 坐着 都可以 三 以轻松的态度观察 不需紧张 严肃 四 觉知自己呼吸的出入 此刻 你必须保持觉知 使心专注于呼吸上 五 很轻松地保持觉知 佛法 数语是正念正知 觉知呼吸的进出 别让心念随意游荡 观察呼吸 会有一种奇怪的感觉 和平常不可以观察的感受不同 欢迎订阅 启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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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我们的心通常会随着许多事物而动 例如随各种色、声、香、味等外物打转 这些事物如同吊耳般勾住你的心 专注于呼吸的进出过程 就是长样觉知力的方法 因此要训练你的觉知力去观察呼吸持续的状态 无论它短席或长席都要如实地觉知它 观察呼吸分为四个阶段 对于初学者每个阶段五分钟就可以了 第一阶段用技术的方式来集中注意力到呼吸 在每一次出气时计数一 然后吸气再呼出 这时计数二 如此一直到十 然后再从头开始数 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则是在每次吸气前计数 也是从一到十 然后再从头开始 第三阶段 放弃技术 放弃技术 只感受呼吸的进出 最后阶段 此时的注意力 应该已经较专注而敏锐了 可以开始感受鼻子前端细微的感觉 鼻子前端是每一次呼吸气流 最早进入身体 和最后离开身体的地方 观察呼吸并不是一件小事 但是我们的心并不是那么的听话 它会到处游荡 不愿停留在一个点上 因此我们必须有极大的耐心与爱心 让心自动停下来 乖乖地待在我们身边 感谢观看 每天训练自己 就寝时 记得观察吸气与吐气 并且思维 真好 今天我还能呼吸 觉知呼吸的出入 是最基础 及最简单的修行方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修诗诗与焉供法是增加福报的最快方法 不仅不诗六道众生 可以增长不诗者福禄受财 生生世世福寿长 善根具足 也因为不诗鬼道众生 与众生结善缘 则能免除一切有形无形障害 能对我们世间的生活需求 事业有所注意 国际万场焉供 自104年4月1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中午止 海内外共303025场 不诗蚂蚁小鱼 自105年5月21日起 至110年4月23日直 海内外共12311次 受八关灾戒 众解脱因 念弥陀圣号 求生极乐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举办八关灾戒 及弥陀要解开示 恭请战将法师赞同法师 共同传授 日期12月2日星期四 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生命电视 云林观音讲堂举办 点灯 药师经 佛前大贡 药师欺佛本院功德经 药贡即慈悲诗实 恭请广护法师祖法 日期11月21日上午9点开始 地点 云林观音讲堂 云林县虎伟镇新南里 逐为60-3号 李斯特加油站后面 电话05-633-1565 05-633-1565 敬请与慧菩萨 做好防护措施 并保持社交距离 当日上午8点半 斗南火车站前 备有接驳车 当我们去访墓的时候 我们的祖先真的会来迎接我们吗 那第一个问题 我们请师父做答 首先我们刚刚说了 祖先死后 会有六种的可能吗 三善道跟三恶道 他除非在三恶道里面做鬼 而且很执着在当地 所以来说我执着我的坟墓 我执着我的牌位 他才可能会留在那里 那你后代子孙去的时候 他就很开心 有人来拜我了 就是他要做鬼 才可能在那里 他如果不做鬼 他就不会留在坟墓那里 或是排位那里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往无量光佛刹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无侠仨 莫合播者波罗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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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